2022年8月18号中午收盘了 上午大盘走得不好 低开顺势下打 而且这今天有将近3000只个股下跌 只有1700多只上涨 但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有几点 有好有坏大家分着听 首先咱先说好的 虽然大盘在这儿是跌下来了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当大盘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触底了不知道 但却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个股 出现了一个向上涨 也就是跌幅虽然有 但是涨的个股多了 原先涨的个股1000加左右 现在变成了将近1700多加 这不是多了六七百加吗 这个是好现象 这是第一个好事 不好的是什么呢 在这儿虽然说大盘早晨的时候 还看不太出来 因为毕竟宁王还拉了呢 对吧 这个里头就证明 这新能源呢 还有人的眷顾 而且今天涨停板的 我们不看个股 但涨停板的的确很多 你看有58加涨停板 那么市场热度值42度 大家跟着我这个笔往后看 到这儿来看 42度 今天出现糟糕的呢 是北上资金连续净流入之后 今天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流出 流出45亿 这都是什么流出 看这儿 大家一看 哇 这满平真是青青草 全斗绿就有一只红的 就这个吗 龙鸡 它是红的呢 只长了0.82 其他的都在绿着 就连这个新能源的龙头 今天冲高回落 大家说这不又出现前两天 它这个举动吗 就是拉早盘 早盘拉完之后 伪下来了 那么现在关键我们看什么 现在又出现了 权重股出现了一个打压指数 所以大盘低开低走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 推移到一个小时成交之后 也就是十点半之后啊 个股小票反而出现了上涨 形成了剪刀差 最明显的就是创业版 来跟着看这个版面 创业版在一个小时之后 看到没 大盘骨回落 而小盘骨反而向上了 你也看自己的远价 同步上来就好办了 看到没 黄色的线是小盘骨 受空低开 然后呢 一路向上干 大盘骨呢 震荡向下 形成了一个剪刀差 剪刀差 这个就能代表着一个意思 原本呢 创业版大盘骨 就是在宁王的带动下啊 走的还行 但是随着宁王 从高回落 把大盘 就把创业版 也给拐勾去了 而上证指数呢 这个都在下跌 不光是大盘骨 小盘骨也在跌 你瞧瞧 这不这儿吗 它们是属于同向的 只是小盘骨跌的少一点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好的消息 大家最愿意听的 什么是好消息 大盘跌下来了 好消息 这个高酒消失了 看看 序列高酒 我们早晨的时候在这儿发现 这地方不已经形成序列高八 今天早晨一开盘 实际是高酒产生 但是随着下跌 高酒没了 看到没 序列失效 朋友们 这是个好消息 如果序列失效之后 它就不意味着 非得要拐头向下 记得古邦曾经说过 说这个位置需要什么 需要龙抬头的时候 需要加速 一旦不加速 它就会拐头向下 这个不是说 说有网友说 帮主你真神了 你把这个大盘都预测的 对对的 没这个意思 咱们只是说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就是一个概率上的事 往往也会失效 就像这个 现在序列高酒失效 那么大盘在这安全了吗 不知道啊 这个位置 咱们不知道安不安全 但有一天 很高兴的说 既然序列失效 那么大盘就会沿着 它原有的趋势在运行 而这个趋势是什么 是震荡势 看看这些天一直横着呢 瞧瞧 这个跟前面一比 这不就一个 一直在横盘吗 横盘震荡的时候 这个里面我们就好操作了 所以下午很关键了 下午大盘如果再掉头向下走 而且有一个起稳的过程 大家能看到 一定一旦要到起稳的过程 比方说下午两点钟左右 要是将近起稳的过程呢 下面就会放量 一放量 跌的加速更少了 我指的是 要跌下来的话 下午我们画一个简单的图 假如这个位置 要是出现了下午 就是这种 假如高一高 下来了 下来的时候 它一平 往往这个地方会放量 朋友们 一旦下跌放量 并且有那个意思 这个时候 我就会干活了 记得不 我今天有三项烟雾 头一个 就试错性的买入吗 加仓 有人说帮主 你这够狠 大盘跌了 你敢买 那么我试问你一下 朋友 大盘涨了 不敢买 因为前天的时候呢 我不是把这个 新能源龙头剪掉了吗 有人说 你踏空了 我可能是踏空了 两个点 可能啊 咱只是说可能 但是 那个 咱都看到了 你这大盘 什么样子 昨天最高的 和前天最高的 是不是今天 都来个闷杀 没错吧 所以这个位置 震荡的时候呢 我们就沿着 震荡的思路来操作 震荡思路怎么操作 震荡思路 就这个位置 看下面 MACD指标 MACD指标呢 这个位置叫做 龙抬头 就是 MACD DIF值 上穿零轴 今天上穿了 DIF值 现在是负的0.34 再涨一点 就大盘再涨一点 他立即就上穿零轴 上穿零轴 如果这个位置 不带量 涨速慢 那么就会拐头向下 所以现在 如果下午 要是不放量上涨 或者是不上涨 那这个位置 MACD 还会拐头向下 那么他要拐头向下 可能大盘在这位置 还要震荡震荡 震荡期间 我们不能闲着 因为他震荡呢 并不一定下跌 这不序列没了吗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听话听音 意思就是 下午两点钟左右 我会择机 试错行买入 买什么 新能源 这不都已经说过的话吗 有人说帮主啊 现在这个东西 你看光伏 半导体 还有这个 这些东西 长得都不错 什么逻辑 碳综合逻辑吗 今天早间 那个大标题 大家看见没 碳东河 碳达峰 为什么 到2025 咱们要完成 低碳 而且 负值 啥意思 就是从现在到消耗 到三年期间 我们要形成负增长 不是说经济负增长 而是碳 碳消费 明白吧 就是咱们 又是青山 又是绿水青山了 就这样 咱们必须把环境治好 这是咱们啥 这是大国风 好了 我们再说这个位置 今天热点 实际还是不少的 尤其最近这个热泵啊 比较火爆 但是这些东西呢 包括 当化家 就这种东西 有很多 大家都看着 好像是 挺那个 咱们不能解释 因为这个 直播间不允许说太多 我们用这个态度 你明白 因为现在在 记得不叫 各种四项东西 从技术到材料 还到软件 甚至呢 到一些个设备 都控制咱们 这是高端的 所以这个 得硬景 什么东西还能可操作呢 现在就是 大国制造吗 当然是 是不是科技新国呢 当然是 但古邦更关注的呢 还是 就这一类的 就新能源这一类的 那么现在我具体的 你记得不 大家曾经听我说过吧 我现在 现在比较关注的 不还是 这里面的一个单项吗 就反电池类 好朋友们 今天先说到这 今天 大盘在这 大家都很 很害怕 并且呢 有三千 早上三千四百只 下跌的时候 都不到一天 一千只上涨的时候 有网友都吓坏了 给我私信 实际这个位置 咱们现在需要等 耐心 不就等着他回调 我们上车吗 跌了不敢买 涨了再不敢买 震荡再不敢买 那咱们来股事 这不是 是不是 好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关注 下午啊 到底能干上什么 收盘跟朋友们讲清楚 朋友们 我们下午收盘见